Hello大家好,我是高球女孩Vicky 前几天老虎伍姿一身休闲服装乘坐直升机帅气 抵达爱尔兰的JP McManus Pro-M会场 自从她因脚伤不适退出PGM Championship以来 最中介老虎都没有参加任何公开比赛 一直安静休养让她的身体有时间恢复 也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老虎伍姿克服了重重困难 即使在遭遇严重车祸并不得不接受多次手术后 她也努力地復健并回到了高水平的高尔夫赛场上 而这周的McManus Pro-M热身赛 将是她在第150届英国公开赛之前 唯一的一场热身赛 可以看到当Tiger抵达Admir Manus时 她看起来很放松,心情感觉相当不错 引人注目的是老虎伍姿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穿着高尔夫短裤 虽然看似她状态不错 但还是令人难以不注意她右腿上的伤疤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老虎能够恢复往日的辉煌 但考虑到她目前的身体状况 希望不管老虎在场上表现得怎么样 大家都还是能给予正面的支持 对于老虎的初赛,美国网友表示 我会去圣安卓球场看比赛 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她 非常棒,老虎伍姿加油 我们都期待她能回到巅峰 这比LIF好太多了 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一场了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我并不期待,虽然她是伟大的球员 但是她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关注其他人吧 老虎伍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大家 她的腿基本上没打一杆就会痛 她做不到的,我已经可以预想到她退出比赛了 大家对于Tiger Woods有什么看法呢? 下一则新闻 美国现在禁止女性堕胎 在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罗素韦的案 堕胎合法化裁决签 全美50个州只有4个州 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女性合法墮胎 另外16个州则是有限制的允许墮胎 直到罗素韦的案裁决结果出炉后 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女性 在怀孕3个月内可以合法墮胎的绝对权利 而因为宪法高于州法律 因此其余30个州涉及墮胎权的禁令 在当时自动失效 但如今这个宪法裁决 于6月24日被推翻 全美各州的最高法院将可以再次决定是否要取缔堕胎 而目前已确定有22个传统共和党州将制定堕胎禁令 而美国女子高尔夫协会 LPGA也对此议题做出了回应 我们对昨天最高法院的裁决且今后美国将面临的问题感到担忧 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会员组织致力于和平和赋予女性权利 然而现在 在《斗胎非法化》这一决定将重要的女性权利置于州立法者手中 我们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成员行使他们个人的宪法权利 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投票 LPGA会继续关注此议题 并希望我们都为确保女性平等的结果付出努力 而LPGA对此事情的回应让英格兰女将Mal Reed 和其他LPGA选手表达了他们对裁决的不满 以及他们对LPGA关于法院的评论感到失望 Mal Reed觉得 LPGA协会对这件堕胎案的看法表示中立 并没有积极展现支持女性 好像他们不太想干涉一个有争议的事件 Mal Reed也说 我认为我们行业中的女性应该要聚集在一起 互相支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他的LPGA高尔夫选手 也都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表和评论 希望用他们的声音和影响力来支持广大的女性 上周末在参加JP McManus Pro-M之前 美国好手Jordan Spies、Justin Thomas和Ricky Fowler 这三个好朋友一同来到了爱尔兰 玩了之余也是提前来适应打一些Link Style球场 为之后的英国公开赛做足准备 帮大家补充一下 Link Style球场和一般球场的区别在于 Link Style是维持球场的自然元素 没有什么人工动过的痕迹 也就是地上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完整地保持了球场土地的原始样貌 这也还原了高尔夫这个游戏早期的情况 而上周六这三位选手 他们在克莱尔郡西北海岸的 拉辛奇戈尔夫俱乐部打球 这个球场也被高尔夫周刊列为 英国和爱尔兰最佳经典球场中排名第12名 当天他们开球时天气很好 甚至在Jordan's Peace开球时 还被捕捉到了一只山羊在他身后吃草的画面 而这段开球影片被上传到网路上后 也有网友在下面开玩笑说 怎么老虎伍子也来参与咖 而周日他们则来到1984年 由Arnold Palmer操刀的球场 Trolley Golf Links 而这座球场也是Arnold Palmer本人最引以为傲的设计 有趣的是在打球的途中 Jordan's Peace的经纪人Jaden Ease 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们四个人的自拍 结果没过多久 当地的居民全都跑来球场观看喜爱的球星练球 随后球场还为这三位球星准备了 道地的爱尔兰吉尼斯啤酒 这样的体验也让Justin Thomas在他的IGPO文中写到 在爱尔兰获得完整的体验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影片 我是高球女孩Vicky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